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拜托了妈妈》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 就是高璐 欢迎 欢迎 她以演员身份出道十多年 出演过多部电视剧 林飞文 林差评 儿女双全 人生圆满 她把高调演戏 低调生活 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是育儿挑战官高璐 好漂亮 上次来是 刚十万宝宝 刚十万宝宝 现在已经一岁多了 我们的节目又过了一年了 好快啊 对 而且嘉宾你知道吗 高璐其实是两个宝宝的娃 这事我今天才知道 吓坏我了 而且其实你知道 最早的时候 是因为高璐姐 跟宋丹丹老师 他们一块和她有子文 演的家的恩次方 哎呀 那时候 我正不太爱 我们班上这帮 全都太爱高璐了 说将来找媳妇 一定要找这样的 后来知道她嫁 大家都失恋了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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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会这样的 而且我喜欢这个行业 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虽然是两个孩子了 但是我看你的戏 都没有停一剧都在拍 上去看完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后来就去拍戏了 拍的是哪个呀 拍的是知否 那你演什么一个角色的 算是里面的一个反派吧 那天赵丽颖小姐本人说高露 她说我觉得高露 特别是温柔似水的女孩 跟距离特别不一样 我说距离什么样 她说坏透了 老大老儿争宠吗 姐姐心思比较缜密细腻 就是我如果时候陪弟弟陪得多了 他会有一点说妈妈你看 你最近都没有陪我 也没抱抱 也没说爱我怎么样 我说我一直都很爱你 我说他弟弟可能现在小 更需要我多一些 我说你现在长大了 自理能力的强了 那你就多自己做一些 但是有需要我一定 还是会在你身边 你不应该多年爸爸吗 这么年你 其实多年 我带他玩 爸爸是管学习 那管学习可能就是 最得罪人了管学习 就是一个超红俩一个唱白俩 哎呦看看吧 好漂亮啊 太太长得伤了 太幸福了 你家老大好会拍照啊 对太漂亮了 这很像是就是从小在西海岸长大的小女孩 西海岸 妈妈很累的时候看看两个孩子 特别特别那个安慰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一起进入 干货满满的爱的守护官 来看看在这个季节里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困扰着妈妈们 好 未来守护官 刘晓晏 首都儿园所皮肤科主任医师 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 你好 刘主任特别忙 我说您这个周六周日休息吗 基本得到的答案就是 没有休息日啊 成人的病人是可以讲自己的病情 但是刘主任接触的都是小孩 情绪就是呲啦啦啦乱哭 受得了吗 受得了啊 很享受 到了我这个年纪 看到那么点的小孩 再看到那么健康活泼的爸爸妈妈 特别享受 但是爸爸妈妈反而很焦虑 对 因为最近秋天来了马上冬天 北京都开始刮风了 我就发现周围的父母全都躁动起来了 所以说秋躁秋躁就是这么来的 是这个秋躁 我确实是 对 所以今天要来 加我们守护官的 有点秋躁的就是高路 前几天就是在接到那个 公司人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带我的大女儿 在医院看湿疹 然后我就听到说 我们可能要来聊一下 关于这个话题 我要去 其他的都推掉 我要学习一下 男大孩子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是湿疹 他就跟我说 说妈妈 我腿上长了个东西 我就看了 我说这是什么 像悬 后来我就去看了 看了以后去湿疹 那我就最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对 这个季节 其实孩子的湿疹是最主要的话题 在我们皮科 其实刚才说了秋躁 不但天气躁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皮肤躁 这个季节皮肤偏干 可能大家自己看了 可能大家自己看了记得 我们大红都特干 对 其实北京 要叫北京 每年要从十月份一直干到第二年的五月份 干这么长时间 对了 南方好一点 从十一月份大概干到三月份 对 而且其实就不光是皮肤 包括嘴唇 还有再小的宝宝 那个小屁屁 其实都存在这种干燥的问题 又干燥引起了一系列皮肤问题 对 那我们今天就一一来破解一下好吗 好的 那第一个就是嘴唇干裂的问题 宝宝的嘴唇想护理的话 其实应该非常难啊 因为他不能随便像大人一样涂润唇膏 对 而且宝宝能涂润唇膏吗 其实可以的吧 专门给宝宝做的润唇膏是可以涂的 其实我妈说要抹什么 可以抹点香油 是吗 有的家长抹点香油 还有有的说没有 你可以抹点金霉素 红霉素眼药膏 万一吞进去呢 从眼睛里都可以涂 所以吃到嘴里也不要紧的 有什么方法吗 一个是吃东西的时候 别让那个汤汤水水的沾到皮肤上 对对对 吃完了以后赶快再洗掉 洗掉了以后呢 用点润肤霜就可以 在唇口周给它涂上一点 不一定一定要润唇膏 小儿的润肤霜也行 润肤霜也可以 我小时候姥姥教育我说 你不能从舔嘴唇 越舔的话反而越干 都这么说 对啊 那你听话吗 那你还舔吗 我现在也哪不舔啊 尤其外出冬季了 秋冬季节刮风 肝很正常的一个反射去舔一舔 因为唾液里有一些霉 吸引皮肤 而且舔了以后 水分带走的更多 就会加重这个肝 所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护理要做到位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多喝水有用吗 你喝点水 你喝点水 喝点水能缓解嗓子的肝 也减少皮肤的肝 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当然了冬季的时候 多喝点水还是应该的 所以其实还是应该给宝宝涂上 宝宝专用的那种润成膏 润成膏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接下来就是这个 红皮皮了 红皮皮特豆 刚刚在开场之前呢 高露小姐姐自己说 她说红皮皮 她有一点自己的小方法是吗 对 一般情况下 其实在她小的时候呢 就是拉完臭臭了 然后我一般都是洗 用流动的水给她洗皮皮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样这个手勾着她的这个脚 然后这样就是冲 洗完以后呢 就是拿这个纸巾呀 最好是 就是这种绵柔纸巾 对 给她蘸一蘸 就行了 蘸干 这个护臀霜只在晚上 她睡觉之前给她抹 如果白天发现 她可能有红皮皮的时候 我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是眼药膏 红霉素或者是金霉素 基本上她红皮皮 就是红在局部 给她涂在局部就好了 就红霉素眼药膏 晚上的时候 可能我会就是把这个护臀霜 也不会整个皮皮涂 涂在局部和大腿的内侧 儿子和女儿 就是男生女生 在生理构造上不一样 洗皮皮有什么特别需要 不同的注意到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在小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 小男生小女生 尽量不要去给她洗得太干净 她那些分泌物 其实是在保护她自己的四处 其实刚才高露就说的都对 流动的水或者盆水都可以 拿手捋着 捋的时候用妈妈的直肚 是最安全的 然后把她那个小外衣那都捋一下 其实不洗得过多 但是呢 一定要把她那个分泌的那种 皮这样的东西洗掉 因为要不然 她在那也是一个义物刺激 那么要是八九岁的孩子洗呢 我觉得有的家长 就让她站在那拿水融通冲 那个时候她没有 万一没打开会洗不干净 所以我还是建议蹲下去 把两个腿打开再清洗 能清洗得更干净一点 那高露刚才说的 抹那个红霉素养药膏 或者金霉素养药膏 那可以吗 我们也经常用 因为它的机制是樊世林 樊世林就有很好的 滋润的能力 滋润的作用 觉得现在家庭条件好的 一岁多的宝宝 每天会洗两个澡 八岁的差不多一天洗一澡 但有种说法 其实就是越洗毛病越多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一个要看你自己的生活习惯 宝宝的皮肤的条件 还有你居住的环境 如果家里温度很好 我觉得每天洗 隔天洗是对的 但是要是温度保持不住 你防止孩子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朝凉 一周两次以上是可以的 其实过度的洗会带来问题 但是不洗澡 当然引起皮肤搔痒 反正两个标题都看过 说毛病是洗澡洗出来的 然后也有标题写的 就是因为不洗澡 张老师就不是 因为我觉得周围有很多男生 就跟我说 你看你们抹了那么多呼呼品 对吧 越抹越干 贼干 对 但是好多男的说 你看我从来都不用呼呼品 我们就没事 对 怎么回事 对 为什么呀 我觉得应该是 激素水平的问题 激素水平 他的皮质分泌多 尤其是小伙子 你要一天不洗 那脑袋又冒油 但是小小孩 他的激素水平低 他的皮质分泌少 所以润肤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一点 你洗澡的时间别太长 皮肤干的孩子 别超过五分钟 一般冬季的时候 别超过十分钟 洗澡是应该的 但是选择正确的洗澡方式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吧 就是湿疹 湿疹真的是一个大顽疾 我觉得 就是好多家长 都特别头疼这个问题 有一个妈妈 给我们发来了图片 她就不确定宝宝 得的是不是湿疹 这是脱皮吧 这么厉害 对啊 这不是手脱皮了吗 我女儿小的时候这样过 然后我就说 你乱摸什么了 对 高璐 你见过这种状况吗 我没有 这不都挺厉害的 我女儿这个特别严重的 我见过 太烫了 你又说会这样 我手部湿疹非常严重 很多年一直就是 萦绕在我的手上 现在大一点 现在可以看到一点 有一点 看到了 看到了吧 像冬天如果要是没做好 湿润她的那个工作的话 她自己就会剧烈开 还会冒血丝呢 你看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一下 这张普遍是什么呢 刘主任 这个其实也是手湿疹 因为又在纸端嘛 我们又叫纸端皮炎 我女儿就是这样 是这个季节 小孩经常有的 其实它最根本的因素 有一点遗传因性 而且它有时候不光是纸端 纸缝这有汗泡 对对对 然后纸端干裂 我跟她不一样 她特爱去医院嘛 我一看她乌烟烟排队 而且我看她活不乱跳的 她说妈妈 我是蛇嘛 我在褪皮 然后我就说你难受吗 她说有点眼 我说忍忍吧 过一下就没了 然后第二年又这样 对 它是有几个因素 刚才说的第一个是遗传 第二个呢 它有个年龄特点 一般在5到15岁的孩子 为啥呢 因为这个年龄段 他的那个活动 接触 都是最多的阶段 那我这么大的宝宝算是 因为你年轻 5到15岁嘛 还没有超过15岁 然后再有一个 这段时间的孩子 他营养需求上最大 所以要给他多补充 含A和B的食物 尤其是维修素 A和维修素 比如说鸡蛋黄 鸡蛋黄 动物的肝啊什么的 牛肉 肉当然一定要吃了 还有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 青菜 这些要给他搭配的 合理一点 还有呢 就是给他及时润肤霜 这个会传染吗 不传染 哎呀 那你像我那一带的去看 这个会假承耽误了 会是什么样的 干裂的厉害了 他会感染 起蒙泡 其实你不去医院吧 你自己在家里可以 但是润肤霜一定要涂 而且这个润肤霜 它次数一定要多 而且就是这样涂 还解决不了的话 你就晚上的时候 你睡觉之前 把他这个润肤霜 涂得厚厚的堆在这 然后他冰箱的保鲜膜 给他一个一个缠起来 或者家用的那个塑料的 那个薄膜的那个手套 戴上一个小时以后 再给它打开 这样子就能很好地 让那个军裂呀 脱卸呀 恢复 而且因为听说 刘主任要来 接到好多微信 都是说 关于这湿疹 我这有偏方 能不能让刘主任 给看看我这偏方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总结了一下 在坊间流传的 各种主要的治疗 湿疹的偏方 我们请高禄 还有刘主任 一起来帮我们 把把关好不好 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民间流传的 湿疹治疗偏方展览 像这个就是 土豆片 藕片 玉米水 盐水 金银花水 淀粉和母乳 所以这些高禄 你先来辨认一下吧 你觉得哪些 其实是真的 治疗湿疹的偏方呢 我记得好像有人 跟我说过 土豆片是消炎的 就对 好像可以治疗伤口 但是我就不知道 它湿疹行不行 但是金银花水 应该是可以的 那母乳呢 母乳你觉得可以吗 没听说过 母乳我觉得牛奶浴 应该挺好的 其实有时候 我们皮科也做一些 淀粉浴 比如土豆 淀粉 燕麦 淀粉浴 用点土豆片 但是它有一定的作用 但到底它不是药 建效不会那么快 它是个辅助的作用 当然这个金银花水 也有家长经常用 喝了以后有清热去火 解毒的作用 当然外用呢 也有一定 但是也是不解决 全部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跟家长说 我们有做好的中药水 直接可以用 就省得你再麻烦去煮 那像这个盐水呢 盐水我们就觉得 可以消毒啊 可以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 但是你的量不好掌握 而且用完了以后 它有时候会加重皮肤干燥 玉米水 很少用 我认识一个妈妈 准妈妈 她在怀孕的时候 她就喝这个玉米水 和莲藕水 因为她说 在怀孕的时候 喝这两种水 当宝宝出生以后 就不容易起湿疹 他们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排胎毒 对排毒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妈妈的怀孕 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所以怀孕期间 我主张正常饮食 其实没有什么胎毒可排 别给自己增加那么多负担 那像母乳呢 好多人都觉得母乳 就像可以医治百病似的 哪儿不舒服了 哪儿破了 就用母乳涂一涂 我觉得吧 它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觉得母乳能把孩子养大 那它一定有很多营养 一定有很多功效 但是实际上 时间长了 它会有个变性 会造成细菌感染 所以我不主张 那今天我们这个片方就分享到这儿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听一听 这个比较正统的 经典的 在医院里面治疗 失诊的这个药方 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就回到那边 继续来讨论 接着刘主任之前来过 然后大家就问了 很多孩子的皮肤问题 然后刘主任给了一句话 我至今印象特别深刻 突然舍得一点 对 尤其像这个季节 大把的涂 所以我后来对自己 就是 发现刘主任一再强调 要涂厚厚的一层润腹落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 到底什么叫厚厚的 对 听说您带来一段视频 让我们一目了然 对 哇 这也太厚了吧 太厚 那我涂的真的不够厚 天哪 就白的感觉 要把腿涂白了 不是用它单纯的润肤 是用它治病 你就要用这个量 因为我们说过 小孩的湿疹 它是一个皮肤发育成熟的 一个过程 在孩子的湿疹治疗上 60%靠的是润 尤其是秋冬季节 那还有40%呢 还有40%靠的是用药 因为你单纯润了 还有一些严重的部位 它不缓解 这个时候是要靠 抹一些药 实际上在治疗孩子的湿疹上 首选的药物 是激素类的药物 我们选择的是中效的 或者弱效的激素使用 但是妈妈还有顾虑 那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福乐霜 福乐霜 单用激素 家长都有顾虑 是的 那么我们就用了一些中药的药膏 而且激素药膏的使用的原则是 就是逐渐减量 我们的用药的习惯是给它配比起来 这个中药药膏 用一份 这是福乐霜 这是福乐霜 一份的激素药膏 然后混合起来 妈妈拿手指轻轻地涂 而且涂得稍微厚一点 轻轻地揉开 我很好吃 一天两次 连续用三天 三天以后减轻了 我的福乐霜 还是用一份 但是我的激素药膏 就用半份 半份 我就减半 减半 然后再调和 再调和一下 主任你手势都不要浪费了 再加密室一下 如果还没有好 但是减轻了 那我就用三笔 我这个就用一份 激素药膏 我用三分之一 像刚才就视频的那样 我们先抹完药 接着再给它 大面积地抹上龟霜 不是只是皮损的地方抹 而是周围都要抹 但是我想问一个 护理时候的一个问题 自己敷面膜的时候 也有一种感觉 当我们皮肤特别干的时候 你一下敷上一个 补水的面膜 其实你的脸是特别疼的 就是被杀得特别疼 包括给宝宝 抹这个润肤露的时候 有可能宝宝也会觉得 被杀得特别疼 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其实特别简单 就像刚才你说的 皮肤已经干了 沾点水都会疼 手蹿了 没事 放在水里 又扎着疼 又红的 其实那个不是润肤霜过敏 而是皮肤本身 皮肤干裂的 皮肤敏感 所以这时候 你要多多地抹 到明天绝对不疼了 孩子也高兴了 蹦着跳着 要求抹 再有一个呢 就是抹了润肤霜了 妈妈会发现身上 怎么一块白一块白的 说不对 这个药有副作用 给我们抹的 身上都抹出白电风来了 其实也别着急 是因为你身上原来 有一块一块 斑块状的皮笋 恢复了 这时候有炎症以后的 色素改变 不是药物和润肤引起的 而是这个皮疹本身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点 使劲磨 使劲磨 要想说把油都给抹到皮里了 才算行 其实也不对 因为咱们的皮肤 是一道屏障 不可能把那些润肤油 抹到皮肤里边 而是你给它涂开了 都润好了 所以你看 刚才那个视频里 可以看到 我们抹完油以后 不是要抹得都看不见 抹得厚厚的 把衣服放下来 它反而起到 另一种湿包的方法 作用 让润肤更好 上期节目就强调了润肤 这次我们又强调了润肤 但是我碰到特别尴尬的事 夏天的时候 家长来了 说大夫 你看我们这试着美好 我们按您说的 润肤好 抹了好多油 还不好 出汗多的时候 一定别按着 这么厚厚的润肤 夏天的时候要清洁 温度要凉爽 才能减少夏季的疾病 夏天清洁 冬季润肤 千万别把时间给用错了 防水 防水 我的天哪 这期简直都太值了 太值得了 今天我们的刷刷朋友圈 也要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们组织了一个 伴妈园 欢迎我们的伴妈园 欢迎你 欢迎 欢迎这个园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背音美 溯源寻真体验官俊生 大家好 我是飞鹤 溯源寻真体验官七星 大家好 我是美赞成溯源寻真体验官孟玉同学 大家好 我是伊丽溯源寻真体验官兔兔 我这次呢 是到了黑龙江省的安达市 我去看了安达的火车站 它是一个非常俄式风景的 然后还去了湿地公园 而且安达呢 它是有一个牛城之称的一个地方 儒品产业历史非常的悠久 我们国家呢 第一家儒品厂就诞生在这里 然后我这次呢 还去探秘了这个背音美的生产工厂 而且我还到了牧场 然后去看了奶牛 好 那我们赶快看看 我是俊生 我的宝宝琛琛六岁了 这次溯源寻真之旅 带着妈妈妈的疑惑 寻找黄金奶油袋 安达 是世界三大优质草场之一 世界著名的奶牛袋 所以安达也被称为牛城 晨晨 干嘛呢 有没有想妈妈呀 你猜妈妈现在在哪呢 看 妈妈身后是一片芦苇地 一大片一大片的 是不是超美 新鲜的草料 纯净的空气 清澈的水源 作为奶牛 能生活在这样的一片黑土地上 感觉很幸福 安达的乳品产业历史非常悠久 我国第一家乳品厂 就诞生在这里 经过这次的寻真之旅 让我对奶粉的生产过程 又有了新的认识 真正做到了让妈妈放心 宝宝安心 高禄 什么感觉 就很想当奶牛 你又没有挤牛奶 去之前我特别想去 亲自去挤一下牛奶 但是我到了那个牧场之后 它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 而且是自动化的 一个现代的那名牧场 然后奶牛排着队 到一个特别大的专盘上面 自动挤奶 挤完的奶呢 它是直接到一个储存罐里面 会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降温 降温之后 再有一个运奶车 从牧场非常快速的 到那个生产工厂去 到生产工厂中只有十分钟 所以那个牛奶 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好 下一个呢 来 这次我去的是 黑龙江省的七七二 因为作为黑龙江人 我觉得特别荣幸 很自豪 招口胜地 因为看我的体格 大家就能知道 这个黑龙江 我这次特别特别想 带大家亲眼来看一看 我们黑龙江到底是怎么 把牛养得这么好 这次夙缘寻真之旅 就是要去到飞鹤的源头 齐齐哈尔 那里有天然湿地 原始森林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体会 这罐飞鹤里装得 满满的自然之美了 扎龙为蒙古语 一围饲养牛羊的卷 它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 水勤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的是鹤类 我想正是因为这里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才让它们选择在这里栖息 所以它还有鹤乡之称 这里也是飞鹤奶粉的故乡 飞鹤有八个万头规模的 养殖牧场 这些奶牛是引进的 国际上优良的赫斯坦奶牛 牛舌设计也是满满的科技含量 从空气温度光照等各个方面 保证了奶牛舒适的生活空间 之前在微博上好多妈妈就问我说 你去飞鹤素原巡选 那我们国产奶粉到底怎么样 我去看了 我敢说就是比肩欧盟的这种品质 本身就是中国唯一的黄金奶油带 也是这个位置不多的 对 北纬47度黄金奶油带 我觉得水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这些牛喝的呀 是二颗山就是天然的 弱碱性的苏打水 牛都喝苏打水 还弱碱性的 这个养一头牛的一天的生活成本 是140块钱 我去了之后 天哪 我太羡慕这些牛了 你我贵呀 我的这 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他们听音乐 然后真的是有人在按摩 然后跟他们就是轻声细语的在说话 真是惨贵的 都是没错的 高龙杰 就是 像我们平常知道的就是 飞鹤是我们的国产老品牌 对 特别的适合中国宝宝 再有就是飞鹤品牌的奶粉 蝉联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 金奖 来 我们的第三位 然后这次我去的是广州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出行 非常特别 因为我是带着我们家小孩 一块去的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先是到了广州的 长龙野生动物园 然后去了美赞城工厂 进行了参观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孟玉同学 我的宝宝满满21个月了 这次为着满满开启了一次 特别的亲子游 都说亲子游是陪伴最重要的方式 经常带宝宝去旅行 可以开阔他的眼界 让他学会与人沟通 变得更合群 而且也可以让宝妈们 更了解自己的宝宝 去发现和探索 宝宝们的成长秘密 而宝宝成长的秘密 是我素颜寻真之旅的源头 很多人都说奶粉越黄 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有这个说法吗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配方的设计 跟它的颜色 这个倒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所以你并不是说 越黄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对的 这美赞臣呢 它是在这个加工奶粉工厂里面 有着好几个世界领先水平的 这个实验室 是很多的科学家 每天真的是在这里面研究 而且你们知道吗 美赞臣的在中国的工厂 是一九九五年就在广州设立了 好 第四位妈妈 那我这次呢 跟着白妈一起出了趟国 然后我们一起飞到了 南半球的新西兰去体验一下 新西兰的阳光空气和牧场 黄金奶圆带 对 对 新西兰是那个南半球的 这个黄金奶圆带 然后在这个黄金奶圆带 我才感受到奶牛的生活 是多么的优秀 我一定看完都想当奶牛了 牛不得的想自然地说一句 我是美少女兔老师侯佩佩 我的宝宝已经快三岁了 在宝宝成长的这几年 我一直渴望配方奶粉 能最大化地接近母乳的营养 这也是很多妈妈共同的心愿 也是我这次溯源寻真之旅 最想要探寻的 好的奶圆地是决定奶粉品质的基础 也是妈妈们很关心的 这次我们来到南半球的 世界黄金奶圆地 新西兰 那里的奶牛是自然放牧 仅在草量分配其采奶 只有这样高品质的奶源 原生优质蛋白 才能给宝宝更多天然的营养和关爱 现在我们中国的知名企业 其实通过收购并购 把全球很多优质的这个牧场和农场 都收购了 所以你在国外的很多牧场 你看着是 以为是国外 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 对 我这次去的时候就感觉到 新西兰的牛比人还多 然后他们的牛就特别自由 特别自由地在这个草原上跑 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听肚肚这样说完啊 觉得太心旷神异了 特别的想去新西兰 也这样度假一下 而且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好牛产好奶 这样才是品质的保证 高露你这样的 今天你也来了 如果我们接下来再去全球探寻这支旅 你想去哪个国家啊 一看就不想老去横店是吗 胃口大点啊 胃口大点啊 我们总得在那一块啊 你看我们都是跟奶粉有关的啊 然后就世界上最没有污染的地方 新西兰啊 澳洲啊 瑞士啊 瑞士啊 瑞兰啊 瑞兰啊 真的啊 可以可以 天啊 然后我们半妈克拉普的各位 妈妈也特别感谢你们 你们应该都在微博上 把你们的美照晒出来 对 那希望那个半妈克拉普 也给你们的生活带来色彩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其实嘉宁就是一个角色 有点让嘉宾惧怕 那就是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所有学到的干货 画化成一些知识的问题 看一看我们的 今天的高露小姐姐 能回答得怎么样 那接下来就请一起 跟我进入到爱的摸摸打 欢迎来到爱的摸摸打 好的 那接下来请听题 宝宝掌湿疹的原因之一是 A 皮肤的环境过于干燥 B 皮肤的环境过于潮湿 请作答 呃 皮肤的环境过于干燥 恭喜你回答正确 对 好的 接下来请听下一题 下面的图片是来自于 海底小纵队的生物 它们叫什么呢 A 植物鱼 B 蔬菜鱼 这个海底小纵队我看过 植物鱼 天哪 你比我时髦多了 我完全已经脱节了 没看过 陪着孩子看 好的 恭喜我们的高露小姐姐 回答正确 宝宝健康肌肤的表面应该呈现 A 弱酸性 B 弱碱性 请作答 宝宝的肌肤一定是弱酸性的 因为碱性肌肤好像是有什么 我记得当时查的时候是 容易磁伤细菌呢 还是容易磁伤什么 反正我具体的记得不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是弱酸性 是的 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宝宝皮肤如同其他身体器官组织一样 结构尚未发育完全 不具备成人皮肤的许多功能 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发育成熟 在这期间 宝宝的皮肤含水量 皮质分泌 皮肤的PH值等也在一直变化 因此妈妈们在选择 婴幼儿皮肤护理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产品PH值 必须要和宝宝的皮肤PH值相近 才能更加温和有效的保护 宝宝焦嫩的肌肤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问题 家长给宝宝挑选玩具的时候 最好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呢 A 按家长的喜好 B 按宝宝的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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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是有帮助的 没错 大家也要记得按照宝宝的月龄 来挑选玩具 很多家长都会给宝宝 选择大于宝宝月龄的玩具 一方面是想提早开发宝宝的能力 另一方面觉得 一个玩具可以玩更久 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 玩具只有起始时间 没有终止时间 同一个玩具 在宝宝不同年龄 用不同方式 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 越小的孩子 越应该玩简单的玩具 根据宝宝的发育程度 来激发潜能 开发智力 才是明智的选择哦 我也期待高禄的新戏 谢谢 今天也特别感谢 对 特别感谢刘主任 希望刘主任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信息 可以不光是 医治宝宝皮肤方面的问题 也医治了年皮肤方面的问题 更主要的是 医治了我们父母 心里面的那种焦虑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的分享 希望更多的朋友 都得到治愈啊 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 就是每周四晚的21点25分 会在山东卫视 准时和您见面 千万别错过 是的 那另外在抖音 小红书这样的 特别棒的APP上面 全部都有我们的官方账号 里面有我们好玩的 非常实用的小段子 视频 还有很多的干货信息 除此以外 分享给你的每一个细节 都跟我们拜托妈妈 微信公众账号的干货 是一样的 也请您来一起关注啦 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 囤奶粉的 因为现在是双11前后 借着这个机会 都给孩子囤一些便宜 又好用的东西吧 然后也谢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 好 我们节目的口号就是 做妈妈 OK